阿姬師 阿姬師你好 你好 鳳叔 觀眾朋友大家好 唉唷 怎麼辦啦 每次不會煎魚就會煎成這樣 鮭魚耶 無緣的 一匹一匹百倍 兩匹 兩百 兩張小 兩張就不見了 糟蹋了這個市場 對啊 最主要是魚死在我手裡 應該很不甘願 但是其實也別要這樣想 你真的說火候經驗沒有 煎到這個樣子的時候 怎麼辦 你把它捉碎 掰碎的骨頭拿出來 煮鮭魚粥 就用粥的那個 那個乳米水去做軟化的動作 可以啦 那有沒有不要煎成這樣的辦法 當然有啦 我這裡不是剩一塊新鮮的 要示範給我們觀眾朋友看 不過這塊你看還這麼厚 對啊 這 這塊 其實我本來也這麼厚 不要喔 煎得變 你吃得出油脂水就對了 對啊 對啊 以為要做魚鬆了 好 那我們來現在學學看 煎魚要怎麼樣煎 尤其是鮭魚這種油脂比較多的 因為油脂比較多的魚很麻煩 一步小心像煎油泡 對 對 對不對 油脂比較多 要怎麼煎 這魚才會煎 煎火喔 鍋冷的 我現在來 加一點點的這個 黑胡椒粉 黑胡椒 來 先放在鍋裡 這樣子喔 對 不要煎火喔 我們現在整片 他就買鍋鍋了 這跟鍋鍋無關 我現在直接放在鍋裡 現在再來煎火 為什麼不熱 不是魚不是應該熱熱這樣 下去嗎 這個鮭魚很多的魚油耶 好像煎豬油要吃飯 是 然後我剛剛鍋子沒有預熱 我直接把黑胡椒先灑在鍋底 所以如果那麼油 你鍋子要很熱的話 可能煎炸裡面不行 油太多 油多了 反而不好 我們現在冷定 這跟我們煎那個雞腿也一樣 一樣的道理 雞皮那面先炒油 對 完全一樣的道理 這麼想就知道了 只是說不一樣的問題 你怎麼不早講 講那麼快 媽媽妳可能會轉台 我怎麼忍心讓妳轉台 對 所以就是要這樣子來煎 冷鍋下去 妳現在看風車 剛剛冷鍋下去對不對 胡椒的香氣都在起來 對 下面那邊在出油 對 來 鏡頭 泡泡的油汁出來了 這邊有一些泡泡的油水都出來了 噗啾 好快 噗啾 這個冷鍋 冷冷鍋下去 我們現在比較久要怎麼翻臉 要翻臉之前 面上這裡 再放一些黑胡椒 黑胡椒 我放在這邊再放一些 因為這個很油 黑胡椒能夠解膩 好 好 來 好 媽媽注意看 來 我這個鍋鏟 把這一塊的鮭魚推到鍋邊 來 真的好漂亮 這樣有漂亮嗎 現在來 翻過來之後 翻過來之後 不要緊張 我才淡泡的米酒 我們注意看 注意看 夾鍋蓋 用一塊米酒去燜它 我現在來大家注意看 我會鏡頭很小 對 有看到嗎 有的小小的 再來 我們現在我蓋在那裡 九分熟透 這塊魚拿出來 剛才好 真的 你看我頭的時間這麼多久 我現在用酒滴下來 讓 在集中低溫之下 產生的蒸氣 用蒸 讓這塊肉軟 你如果直接說 我魚油就有油 煎得讓飼料 油越多 就會變這樣 變炸魚排 對 那就可惜了 油煎魚嗎 油煎魚嗎 油炸魚的感覺 是 可以油很多 所以這個看起來像炸的 對 沒錯 沒錯 OK 它很快耶 你看油出來了 來 給各位看看 水太乾油出來有沒有 有 這就是跟你說 來 這個肉來這裡 剛剛好 剛剛好 來 原來煎魚就這麼簡單 是 來 我現在 我們 油滋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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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來 那現在我要做兩個動作 第一個動作就是 我們這裡有牛肉 是 我們這裡有一點點的 這個酸芥末 因為很油 因為很油 來 我們一點點的酸芥末這樣 油 這樣就好了 解膩 解膩 對 解膩 美鳳 這支刀叉這樣切 噢 盯一下 好 這樣就好了 我這邊還有一點點的 刨泥穴的這個刨泥器 來 這個檸檬的就這樣子下來 好漂亮 有點綠綠的 酸酸黃黃的解辣 這樣都好了對不對 對 來 現在最滑要出一個動作 這個動作最滑要出這麼做 好 我們剛才這隻魚 不是鹹鮭魚喔 這不鹹的 那怎麼辦 怎麼辦 就撒上來涼拌喔 喔 因為剛剛魚沒有先 魚一般我們今天要先抹鹽對不對 不要 不要 你剛剛沒有先抹鹽 千萬不要 你抹鹽皮表的水分破了 就變這樣子了 喔 這樣就好了 好 這樣搞定了嗎 搞定了 好 當然還沒搞定了 來 這邊還有一個 這要做什麼 逆紋切的洋蔥 我們當作拌菜 喔 涼拌菜 好 來 這個逆紋切好了以後 麻煩我們現在注意看 因為我們在這裡都沒有什麼頭髮 整個都是原味呈現 先教大家如何煎魚 我們再來處理這個青菜 來 洋蔥進來以後 三個百分點 鹽 三個的鹽就好了 喔 空氣壓下去 擦擦它 軟化它 這個很像沙拉的意思 對 沙拉的意思 沙拉的意思 來 現在切一下 這個鹽就軟下去了 它辛辣味會整個抽掉 好 抽掉以後來 我這邊有一點點冰塊水 冰塊水 來 湊一下 湊一下 我現在 現在是稍微軟以後 稍微軟以後 來 整個放到這裡面 把鹽度給沖掉 它那個辣度也沖掉 對 辣度 辛辣味也可以洗掉 好 泡在冰水當中 又變脆 它會還原又會脆口 然後整個會脆口 哇 這樣就有差了 差很多 來 我們現在鹽蛋化掉以後 是 來 我們現在 把它放進去 好 那這邊怎麼辦 有一點點的魚露 魚露 一點點湯火就好了 然後柴魚 柴魚 進來 對 然後一樣的檸檬汁進來 拌一拌 就這樣拌一拌 就是一個很簡單的柴魚 這樣做 那麼整個魚露的鹹味 檸檬的香味 很單純 很單純 那我們就拿來放在旁邊 做培襯的就好了 OK 好 點在上面 這樣就好了 來 倒一下 來 香菜了 試吃 這是很汁 而且真的是 加了那個 那個黃芥末 跟洋蔥 還有一些檸檬的那個香氣 這整個可以解膩 因為鮭魚其實煎起來 它是很 比較膩的魚 對 它油脂很多 那你像我們剛剛這種 半煎蒸的方式 咻咻咻咻 還擺那麼久 裡面肉心還是溫熱的 對 對不對 不會說讓你像吃 三星米那麼生冷 OK 這洋蔥好吃 所以在家裡面煎魚的時候 其實 沒辦法拿去水 燜熟它 對 那你說它再焦的話 再把兩面煎一下 兩鍋蓋都再煎一下就好了 對 一定要冷鍋底去 下鍋 它這個慢慢熟進去 就會剛剛好 吃吃看 鍋裡不要再煎硬梆梆了 用酒去把它燜熟它 然後再把兩面煎香 這樣就可以 記得在起鍋前冷鍋 下面就先撒一點黑胡椒 然後味道就會一邊在煎水 一邊就在煎